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心灵花园的节目 我是王伟 今天在直播室依然有顾师傅 跟我们大家一起共读这半个小时的心灵花园的时间 师傅您好 阿弥陀佛 王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阿弥陀佛 师傅 今天这个节目是一月份的最后一集 前几集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说得上是收获非常的多 因为我跟师傅一起来对这个明相对话来做了解 我也是跟他一起在学习 那今天空中佛学院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话题呢师傅 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师傅今天的空中佛学院 空中佛学院 各位空中佛学院的听众菩萨大家吉祥 在今天要与明相对话呢 这个内容呢是谈三学还有三读 那么本来这两堂功课呢 如果真是要把它摊开来讲的话呢 恐怕三天三夜是需要的 都未必能够究竟明白 但是我们就是用这种比较轻松的对话的方式 来这个欣赏这些明相之美啊 然后从中呢得到我们需要的养分啊 那么先来介绍三学 三学就是戒定慧三学 三个字就讲完了 但其实呢这三个字 已经是包含了整个我们可以讲 佛陀教导我们这个法义的总纲领就在这里 也就是说我们要修行的总的纲目就在这里了 那么所以有句话讲啊 说情修戒定慧 熄灭贪嗔痴 障碍我们人生觉悟解脱的 其实就是贪嗔痴的这个烦恼啊 这个称为三毒 这比三种毒品加起来还厉害啊 这正是毒害我们人生障碍我们解脱的 这个叫三毒贪嗔痴啊 所以我们是借着在戒定慧 这三个看起来像三个范围 那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延续的关系的 那么借助这个戒定慧的学习 加强这方面的学习 然后呢就慢慢降低 或者是就灭除了这个贪嗔痴的无名造作 我们现在个别来看这个戒定慧 那戒当然就是一般我们大家了解的戒律 一讲戒律呢 就有些人觉得 哦这个没办法 这个规定太多了 太不自由 其实比如讲我还是举这个刷牙的例子 你每天刷牙 废刷不可吗 这太不自由了吧 一定要刷吗 如果你知道你因为刷牙 然后保养牙齿健康 那么这个保持身体健康 你知道它的好处 其实你就是每天固定做一个一个动作 就可以保住你的健康 这这有什么难呢 那戒律也是像刷牙一样的 这是我最近听到一个很好的批语 我说戒律像刷牙一样的 就是说它就是一些行为的原则 你把它做好 不要违反它 那就保你平安 这有什么不好呢 所以我想大家不要太过这个偏薄的去认识这个界 就好像你开车 或者你过马路 你走路好了 你说你不遵守交通规则 你还有一个平安可言吗 这太危险了吗 随时都可以出错的 出状况的 那么戒律就是保护我们的 真的戒律是用来保护我们的 戒律是基本上精神就是 它不侵犯别人 它尊重别人 尊重生命 这有什么不好呢 这个是有关戒 我们有所谓的戒学 戒律的内容去学习 那么你真的把戒 学好修好做好 那么由戒申定 它是一种规律的 这种生活也好 作息也好 行为的准则也好 然后由这种规律 而产生一种定的 就进入到定学的学习 定是什么呢 说心一静 就是你的心专注在 某一个情境里头 但这样讲实在 还是太过用名相解释名相 我如果要告诉各位 它就是一种清楚明白 一种觉知的状态 这种状态就是 比如说你在喝水 其实有的时候 我看有的人 如果我自己不留心的话 有时候也会这样 茫茫壮壮的 这个水咕噜咕噜喝下去 然后杯子又弄翻了 哎呀 旁边又如何 那喝水的时候想着别的 像这样心很散乱 那如果你的心 我说心一静 就是我现在在喝水 我的心就是 看见自己做什么 你在喝水 你就搞像 那个心看着你 这个水 这个水从口 到咽喉 到整个腹部 这样子 就你看到这个水 进到你的身体 你会感觉到 那个水的干梅 你吃饭 你走路 你都知道 你正在吃饭 你正在走路 那么你那个 活在每一个当下 那是一种专注的 一种定的一种功夫 我看现代人常常说 压力好大 或者说 哎呦 很累 他为什么那么累呢 就是他做着一件事情 然后想着好多事情 比如说 他正在喝水 他就想着 哎呀 我跟那个人怎么样 哎呀 这个我要买的那个东西 这如何 就心很乱 是这个 心分散了 让自己觉得累 如果你的心 有这种定力 在每一个当下 其实你是很enjoy的 那个心很单纯 很清楚 然后你看到的每一样 你都觉得好美哦 好可爱哦 像这样子 我觉得 其实大家真的要去 去体会体会 我常常觉得很欢喜 虽然事情比较多 但我常常讲 一步一步来 一件一件来 你活在每一个当下 心是很单纯的喜悦 好 那么由这种 所以由戒生定 由定发会 就是产生智慧 你对外界的关照 清清楚楚的 一点都不会被扰乱的 不会起困惑的 那么由这种智慧 而到觉悟 这我们讲就叫成佛了 那么 这个我们讲说 藉由勤修戒定会 然后呢 这种内化的功夫 它产生了一种力量 叫做降低 或者熄灭了贪嗔痴 贪嗔痴 也许我们 简单去看它 比如讲 这个贪啊 就是你想要的 喜爱的 哎呀 这个非要得到不可 想要的 财色名十岁啊 这些 什么都要 其实呢 人生存是需要 某一些东西支持 比如说你要不要工作啊 要收入啊 就经济上的 条件要不要具足啊 要 有感情生活啊 家庭啊 要 我要吃好啊 穿暖啊 这些 衣食住行都要 要知节制 够用就好 它有个限度 你不能无限制的 钱要更多 越多 多就多出问题来了 像这样 你要有所节制 否则它这个 你要的这东西 正好毒害了你自己 所以这个贪嗔痴啊 就叫三毒了 好 那么 呃 称呢 称恨的称 好 有时候啊 我们讲说 它就像一把火在烧 火是很猛啊 呃 所以我有时候把这个 称恨兴起啊 把它 呃 形容就像 那种急性啊 突然间心脏怎么样 呃 呃 等等的急性病 吃呢 鱼吃 无名 呃 这个叫慢性病 不要小看那个 鱼吃无名 这个慢性病啊 这危害很大 啊 称火一起呢 叫火烧功德灵 哦 这个说一念 呃 称心起 百万帐门开 啊 讲这个冲口无处的话 啊 这破坏了人际关系等等 做错事等等 都是因为称念 啊 起 那鱼吃 这种烦恼无名啊 啊 这个也是障碍 我们的人生度 很严重的哦 那么呃 呃 我们讲说 像我们在呃 学习佛法 其实如果你只是把这些名相 一直把它理论式的一直去累积它的话 它没有办法内化为你的力量 啊 你要把它真的内化为自己的修行 哦 那么就产生一种 我们叫转烦恼 为菩提呀 啊 那这个呢 就是说即使你 境界上你 比如讲说我们凡夫嘛 哦 有时候面对境界 哦 还是生气的 啊 会 有起心动念 但是你寥寥分明 你很清楚 因为你觉知 你看得清楚了 啊 所以它其实障碍不了你 啊 实际上连这些 你很快就会发现 它也是 不可求的 就是也是空性的啦 它属于解脱到的 如果你懂得这样的话 啊 那么自然就从这个 啊 贪嗔痴的这种 无名烦恼里头 解脱出来了 哦 所以我想 呃 我们学习啊 佛法啊 啊 经过呃 这一个月来 我们已经进入到 第第四讲了哦 哦 那么呃 大家累积了一些 呃 这些佛法的 专有名词 希望各位把名词 转换为 动词 然后运用在 你与人 呃 相处 呃 做人啊 或者说处事 你怎么去 处理一些事情 啊 我们大家一起来练习 祝福大家 谢谢师傅 所以今天师傅 讲到的这个 戒定会 嗯 啊 其实说坦白 跟上这个礼拜的节目呢 这个 伸口意 啊 是有相应的哦 是 所以我想 大家如果可以 像刚刚提到的 把这个戒定会的 啊 一些准则 掌握得好 其实你可以 这个 坦荡荡 很安心的 知道你这一生 作为一个人 呃 你是在 呃 你的呃 这个掌握之中 呃 做一个好人 一个有证见 呃 有智慧的好人 对 其实像师傅 刚刚也提到 非常简单的 呃 一些例子 就是说 像你说交通规则 刷牙 刷牙 对 听起来是非常 简单的东西 所以大家不要 把它想的太复杂化 是 所以还是这句话 就是 情修 戒定会 洗灭贪嗔痴 其实呢 比如说我讲 沙咪啊 一般我们讲这个 呃 真正成为出家人 呃 成年的出家人 以前 有一段时间 叫沙咪 对 就是沙咪 它翻译成 这个 就是 情习 沙咪是什么意思 就是 在华语里头翻译成 情习 就是情修戒定会 然后习 就洗灭贪嗔痴 只是我们华人浩简 就把这两句话 前面那两个字 情习 情习什么 媳灭什么 就没有说 但其实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这就是沙咪 一个初学者 最开始的功课 也不要说是 初学最开始 就是我们学一辈子 都在学的功课 都在学 没错 嗯 好 师傅 现在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呢 就要回到我们今天的 佛光世界的单元 不要走开哦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 我们的心灵花园 今天是我们2015年 一月份的最后一集的 下半单元 也就是一个新的单元 师傅 佛光世界 不过呢 佛光世界呢 我们今天就要给大家 带来一个新的新闻 对对师傅 最新的一条 其他的呢 在全世界 我们时间有限 也只能 其实我跟王伟 我们约好了 能说一个人三篇 但我知道不够 看来两篇 但总之我们就随着时间 对 能说多少 就跟大家分享多少 王伟先说 今天的最新出炉的新闻 是什么 今天当然就是要讲 我们最新 乐哄哄的新闻 就是我们的 汇丰法师 在下午今天 非常圆满的一个讲座 是是 哇 很震撼 很多西方朋友都说 他们还是要学中文 我就看到我们的佛庆 也有很多人 拼命的点头说 未要的学中文 是 非常的圆满的 一场讲座 那么不过他后面 就汇丰法师 后面还到满地壳 欧泰瓦 然后再回到洛杉矶 这次的巡回讲座 时间蛮长的 其实我觉得大家是非常 很高兴 也听得非常专注 再像汇丰师傅 他本身是一个西方人 对 所以他本身 他专长还是在禅修的指导 那另外他对本土化 真的由他来提倡 或者说指导本土化 真的是再适合不过了 没错 可能有他非常独到的见解 另外呢 你看到你的No.1的新闻 是哪一条 No.1的新闻 当然因为基本上 我第二个家就是巴西 那看到一份新闻 就是巴西的如来寺 在潮山吃树 可能很多人 他们正在过年 对 正在过年 因为巴西刚好 跟我们北美洲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跟澳洲是一样 就是过年圣诞节 刚好是天气最热的时候 而且那个时候我也知道呢 他们有很多 不但是光巴西 有的时候在附近啊 像巴拉圭啊 还有阿根廷的信徒呢 都来到这个如来寺呢 一起来过年潮山 你讲如来寺 我想到我是 大概两三个星期前 虽然是旧文了啦 让我印象很深刻 也很感动 就是巴西如来之指 就是由我们在巴西的佛光山 就是如来寺 他们一直在办的一个慈善的 也是教育的一个 怎么讲 一件真的了不起的教育工作 也可以讲就是 就是征召那一些 在贫民窟的小孩 然后来受教育 来受教育 对 那除了培养他们的一些基本的 就是像语文啊 这些要学习的 另外有些专门的记忆 像烘焙面包啦 缝纫啊 美法啊 等等这些 让他们未来可以有一个出路 对 那这些如来之指啊 男孩子们呢 他们组织了一个足球队 在他们那一区 踢足球 踢了一个冠军回来 哇 这么好啊 那个奖杯呢 好像比世界杯的还大一点 对 我相信呢 至少呢 给我们争点面子 因为今年巴西世界杯 踢得不是很好 真的啊 那我们的如来之指呢 抱着那个超大的奖杯呢 我看那个画面 是他们 好像手舞主导的 捧着那个奖杯 进到如来市 然后一路跑 跑进了大殿 然后说 供养给佛陀 佛陀 我看到那一幕很感动的 对啊 其实这个如来之指呢 其实也 相对于巴西当地的一些 贫民窟的小孩呢 迪迪却却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是 更早我是 在 在一年之中吧 我看到他有个报导 是说 如来之指 从最早进来读的小朋友 到2014年 他们已经有大学毕业 然后回来当老师 当老师的 这个我觉得 真的讲 教育啊 不是一天可乘 那 真的 十年数目 百年数人 你要培养一个人的人格 让他在这一生之中 可以在 他所在的地方去 影响 我觉得这个是 了不起的功诚 对 其实这也是跟随大师 非常注重这个教育 也刚好在巴西这个地方呢 其实也受到巴西当地的政府 非常大的支持 现在换我讲 我的number one 好 可以 其实我想大家在看 佛光山的全球资讯网站 会看到很多 分这个各类项目的 佛光新闻 当然马来西亚的救灾 仍然在持续中 它水虽然消退 可是那个后续 就很漫长的一条路 那我觉得在 有一些国家地区 人民呢 这种忍耐要很强 去接受这一些 那你也必须要去接受 去面对 但我之所以提 这个number one 除了说在佛光新闻里头 报导着 比如第一期 我们这个如行法师 就是马来西亚当家 他是本身 他就是受过那种 急难救护队的训练 的专业人员 那么带着一些佛光人 都是救护队的 然后就首先进入灾区 不管是现场的收救 协助 还有物资运送 因为我们跟这个 就是媒体结合 那媒体呼吁 就是新中日报 他们去呼吁捐赠物资 所以是非常充足的 三顿的卡车 五六十不完 这样算起来几百顿的物资 都送进去 源源不绝 物资倒是很充足 那当然开头几天 他们也受苦 因为有些在更内部 更里面的内部的灾区 不容易 但陆续这方面还可以解决 那再来就是生病 比如说有的泡在水里好几天 有的感染 细菌 对 肿胀等等 那所以医护人员 第二波又在进入 那现在决城法师 就是新马地区的总住持 他在规划第三波的 这个救助进去 但在第三波的时候呢 他说 我是收到他 他自己写 就决城法师的一封信 他说 那个救护队的队长 旅队长呢 就问他说 因为看着满目 苍仪 这些人都还在帐篷里头 他就问决城法师说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他们建房子啊 因为才第一波过 第二波 第三波 决城法师说 他嫩了一下 这个很困难 很困难 要建房子 很大的工程 他光的旧级 他还没想到安顿 然后呢 这个看着那些岛的 这些房子 他说 这个队长跟他说 说 住持 就跟决城法师说了 说只要您发愿 相信 四面八方的姻缘 就会成就的 就拒绝而来 就决城法师当时呢 当下 他就马上决定了四件事情 第一 需要军队 军人 前来灾区 清理这些 所有这些垃圾了 否则 会有传染病 第二 需要干净的水 大量干净的水 因为没有干净的水 一些人喝了脏水 脏水弱 反而身体会生病 第三就是重建房子 那他就 当然第四 我顺便讲一下 就是妇女跟小孩的照顾 那他针对这个 重建这个屋园 就是房子 他就除了联络 一样我们这个新州日报 去呼吁一些人的协助 另外呢 他直接就联系了 这个部长 副部长 上议员等等 还有首相秘书 他全部发短信 中方短信 那他们一看 这个绝尘法师的短讯来 马上就回应 谢谢你提供 最新的资讯 因为他们是深入 他们开车都要13个小时 哇 13个小时 进入到里面去 然后呢 马上得到回应 其中有一位 这个 好像 他们叫做 这个行政议员 就跟他说 那么他们会 要拨出一千万元 帮忙重建一千间的房子 那首批先建一百件 一百件 只要他发愿 相应而来的就 就开始了 所以他 他其实 他里头 这篇 他自己的感想 那个 那个文章 他前面的那个标题 他就是写着说 来不及掉眼泪 他的题目就叫做 来不及掉眼泪 他去到那里 看的那样 他是马来西亚华侨 他说他眼泪寒着 但是第二年 没有时间了 所以来不及掉眼泪 就是只有 跟他们一起 共赴国难的那种 勇猛 那种发心 这个 我的 No.1 但我知道时间不够 还有很多我们的 曝光新闻 还有很多还可以跟我们分享 就是 不过看看 现在全球 这些所发生的 这些新闻 跟事情来讲 其实都是对社会大众 是有正能量的新闻 其实我先讲我的 No.2 好了 我在佛光新闻网上 看到我们 多伦多有一则消息 就是我跟我们 多伦多的佛光青年座谈 那一次的座谈 其实是在他们的会议 三个小时的会议 一个半小时 他们开一个活动的筹备会 那一个半小时 就我跟他们做一些座谈 交流 那年轻人自己做了一个记录 我们传回本山的新闻网站 全文刊登 那个座谈很精华的内容 就记载在里面 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好 那师傅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要接近的尾声 不过呢 虽然我们今天是 在一月份的最后一集 接下来就要迎接 我们的二月份 那相信大家都知道 二月份对我们华人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月 是不是师傅 因为我们的农历新年的准备工作 我相信王伟刚刚就看到 我们在五官堂 每年就准备过年 有一个佛光年宵 佛光年宵除了各种的摊位的准备 这个当然还不急 所以现在进行中的是 有一个主题照景 每年很多人期待在那里 现登许愿 尤其在那里拍照是最受欢迎 没错 不过呢 更多的细节 我相信在二月份的时候 我们会每个礼拜 跟大家多分享一点 好 今天再次非常感谢 顾师傅 奥弥陀佛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 想知道有关于我们 多多佛光三世 最近的活动讯息的话 非常欢迎来电 我们的电话是 905-814-0465 或者你想回顾 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 欢迎您上网到 www.fgs.ca 各位听众朋友 那我们就二月份 下个星期同一时间 我们空中再会哦 拜拜 感谢佛光文教 如是我闻 音乐提供